跟异性相处,女人不要轻易做这三件事,会让男人觉得很廉价 一,你是无意穿堂风,偏偏估惧,尹三红 爱一个人没有任何道理,哪怕你只是偶然路过,也能在我的心里掀起惊涛骇浪 不管你的家庭背景怎么样,不管你的收入有多少,也不管你有多胖,有多高,爱了就是爱了 但是再爱也不能失去理智,否则迟早都会为自己的冲动买单 三,在跟异性相处的时候,女生一定要有自己的底线,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主要内容 二,女生在跟男生相处的事情,这三件事一定不能轻易做,否则男人会不尊重你,还会觉得你很廉价 一,不要轻易相信男人的承诺,承诺只是因为太年轻,如果足够成熟的话,是不会许诺于人的 因为他知道很多东西都会变,但凡是不能兑现承诺,就尽量不要说 他说爱你一辈子,你就信了,这个是要用一辈子来证明的 轻易相信男人的承诺,会让女人显得很缺爱,很不成熟 别耳听爱情,他说爱你,用行动证明 二,不要轻易付出自己的感情 很多女人谈恋爱,从来都不是谈的,而是坠入的 头朝下,直直地追下去,不问结果,不给自己留后路 只要这一刻无愧我心,就什么都值得 孰不知感情都有一个平衡点,如果一味付出,不求回报 双方迟早会私衡,这样的你,不仅不会让男人觉得幸福 还会对你更不珍惜 三,不要轻易跟男人发生关系,这一点是原则,也是底线 除非你确定,它值得 或者你做好了两种心理准备,即便输了也输得起 否则就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去谈恋爱 我们女孩子跟男人终究不同,身体是我们自己的,永远都放在首位 而且轻易把自己交出去,它只是更不珍惜你 太容易得到了,会让人觉得廉价 三,恋爱跟结婚终究不同,恋爱注重的是感觉,而婚姻更多的是责任 但即便如此,我仍旧希望你注重感觉的同时,多长一个心眼 给自己留后路很重要,万一哪天遇到不撤,也不至于手无足措 特别是在跟异性交往的时候,这三点更要记得 一个男人爱你之前,一定要先让他尊重你 否则即便在一起了,你们也不会处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 所以请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 有些事不能做,就一定不要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